玩具开箱 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款 特别有意思的机器人 这个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的卡宝车神 他可是卡宝车神四合体的特警巨人 他是有我们的雷霆 警用直升机 我们的二号 钢甲特警装甲车 还有我们的闪电 警用指挥车 还有我们的警用大巴 让我们一起打开看看 里面都是什么样子的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警巨人 打开后的样子 耶 他们是合起来的形态 这就是特警巨人 特警巨人用这个雷霆手杖 是把怪兽电机的 就是在恐龙时代 第一集我看过 他拿这个雷霆手杖 因为因为数字要一百个 因为他做不了 爸爸妈妈也不给他们做 所以他 这个能加快速度 对 所以这个就 练刀菜菜菜 就把那些切成条 这个就是 直到他们打赢了一个怪兽 这个就会出一个新衣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奖励 因为他就是一个正义的 警车系列的战士 需要我 我就会立刻登场 因为我是保卫大家的特警巨人 现在拆掉我们的螺旋桨 拔开我们的胳膊 把我们的钢甲车也可以取下来 我们的一个特警装甲车就拼装完成了 下一个轮到谁了呢 这一位闪亮登场 我们大家猜猜 他会变身成为一个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啦 我们的车的主体出来了 哇哦 我们的警用指挥车也已经改装完成 下一个又会轮到谁了呢 现在把我们的上半部分折叠起来 之后把它卸掉 它就变成成为一个这个样子 只要把头部缩进去 两个再合起来 之后把我们刚才的武器 再安装在上面 我们一个帅气的警用支撑机 就拼装完成啦 它就是我们的雷霆 现在我们来猜一猜 它还能变身成为什么呢 只要把它全部合起来 小朋友们 最后一步哦 马上完成了 还有我们的上半部分 小朋友们 拼装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固定住 交通工具 它是什么交通工具呢 它就是我们的警用大巴 方头 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们的四位交通工具 不对 是我们的四位 警用交通工具 可以变身成为我们的机器人 就是我们的特警巨人 雷霆登场 我们的警用直升机 一飘而过 我们的特警装甲车 刚甲 帅气登场 警用指挥车的 哦 好快呀 不会是闪电 果真名不虚传 下一位 下一位又会是谁呢 警用大巴车 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嗯 确实很超长 估计在不少的客人 好了 欢迎吧 首先 把我们的警车 先拆分出来 一分为二 我们的装甲车 也拆起来 一分为二 嘿 我们的警用直升机 让我们也把它 四卸八块吧 把它 背开 把它的脚 卸掉 把它的头部 拉出来 它可是我们的 特警巨人的头部啊 不能藏起来 要不就不帅气了 让我们的警用大巴车 也拆分起来吧 特警巨人的身体呢 之后 脚丫部分 就拼装好了 有没有很快呢 只要拆拆拆 按原位 奔回去 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嗯 下一步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脚丫 哦 我们的特警巨人 可不能没有脚丫 开始后提 首先 头部安装 我们的胳膊安装 我们的胳膊 也安装完成 开始我们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部分 安装完成 让我们来安装 另一只胳膊 不能少了我们的武器 武器也要 安装好 我们的拳头 按压 把我们的武器 卡在这个孔里 就完成武器安装了 武器登场 哇 完美融合 我们的特警巨人 组装完成 耶 我 可是无敌无敌帅 是不是小朋友们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我们 让我们下一集 再见吧 小朋友们 再见 俊 俊 拜拜